说到了学习 说到了均衡的营养素 看于妈咪 我知道 像我们新世代的学习 现在有一个角色很重要 就是3C产品 其实现在很多的小朋友 都会用这个iPad 去玩一些比较意志性的 教育性的一些游戏 或者是说看一些电视节目 去帮助他们学习 那当然我们知道 在这个均衡的营养素的提供下面 小朋友会有很好的一个学习力 对不对 可是当他学习的这个途径 如果说比较不对了 比如说他3C产品 没办法节制 那这样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凯云妈咪 是不是有一些 就是小朋友也有这样子的经验 你的小朋友玩3C产品的吗 我不太让他玩 对我非常排挙 我个人非常排挙 所以我看到人家 如果在外头吃饭的时候 然后就拿一台iPad或手机 让小朋友一直滑一直滑 不断的滑 我会觉得那个小朋友好可怜 可是很难避免的耶 你看现在走到餐厅 逛街都是人手一堂 我觉得那个是父母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小朋友 或许他再大一点 我就很难避免 可是他现在还这么小 两岁三岁的阶段 是我可以去掌控的 那其实现在国外有非常多的研究 在台湾把3C当保姆的真的很多 或许很多人真的很累啦 回家之后 就是都累的受不了了 小朋友又吵 然后丢一台给他就不会吵了 或者好不容易 假日出来跟朋友吃饭 然后在旁边又哭又叫 那干脆让你看这个 但是就看每个家长 那我个人是不赞同啦 因为其实国外很多研究 对眼睛会有伤害 然后对于智力注意力 还有你跟人群接触 然后就是你的人际关系 还有甚至你的语言发展能力 都会有影响 对所以我个人是不太 让小朋友碰3C的部分 所以你是有在节制他的 对不对 有在控制的 但是所以一是 这边我们又要问你了 就是我们现在很难去避免 他不去接触 而且其实接触 我还要再讲一次 接触的时候就算是那样 其实因为大家看 因为我为什么会非常排挤 大家都玩过游戏 然后也很多人看过韩剧 你知道那个真的是无法自拔 看到眼睛都快累死了 然后很干很色 其实这大人都很有经验 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其实更 我觉得啦 因为他们现在 势力各方面都在发展 就是可以不让他 接触这么多就尽量避免 然后如果有的家长真的让小朋友去玩 那他可能透过那个变成小朋友的学习管道的话 那我会觉得你看的时间 比方说20分钟 你就要 就要 你要先跟他沟通好 然后这个小朋友他也要有自制力 对就看你们是怎么样设计 你们这个沟通的过程 对然后不要把这个当作补偿小朋友或者是一个奖励 对就是跟零食一样 很多人会说 啊你 好乖 然后就再给你一个零食啦 或者是垃圾食物啦或什么 那他就不吃正餐 他就会觉得 我吃这个东西又好吃 然后又好 他就学习了 他要去做那样的事情 那就会让他饮食偏差 那3C产品也是一样 很多家长 作为弥补 作为奖励 那就容易有偏差 那其实我觉得 如果 可以控制小朋友的情况之下 技能控制 那至少 不要让他看太久 对 我觉得20分钟对小朋友来 应该已经就疼啦 虽然他很想看 但是应该眼睛上已经蛮有伤害 这个我们待会就要问一下院长 所以 所以我觉得凯琳这边有一个 提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 其实接触 他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但是适量 适度的去接触 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现在很多 对啊 开发脑部的一些游戏 什么 我们也可以通过iPad 通过这个电视节目 去让小朋友去做训练 那所以 医师这边 我们要请教你了 如果说在我们 没有办法去避免的状况之下 我们是不是也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 补充 什么样的营养素 可以帮助他 比如说 眼睛的视力 不要受到这么多 负面的影响 说没有办法避免 这应该是一个借口 应该就像坎林这样子 应该是 妈咪比较想放松的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因为对3C产品 大家是既爱又恨 是 因为它确实是帮忙 我们很多的很多的东西 那如果从这方面 你可以就设计了很多很多的 program 让这个小孩去了解 而不是一味的在玩那些游戏 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小朋友 或者大朋友 那么他在3C的世界里面是这整一个世界 回到这个世界以后 他完全不一样 所以会很多很多什么捷运 什么发生什么案件 这些东西 因为他的感觉是这样 他以为说这里面看到了他不平的人 他随时都可以用他去按下去 把对方杀掉 所以不能接触太多 不能沉溺在那个世界当中 所以应该是要这么做 所以怎么样让固定的时间 让他受休息 我们刚刚讲是心理层面的 现在讲生理方面的话 固定的时间休息 是当然是很重要 对我们眼睛很重要 当然现在大家很多人在推说 LUTEN 就是所谓的那个夜黄素 夜黄素 它本身是一种抗氧化剂 那么我们都知道 当我们接触到一些光线的时候 我们的色网膜上面的黄斑 它就会产生一些自由基 因为自由基对我们的这个 生活就会长得一些伤害 而这个如果说像这个夜黄素 它本身是一个抗氧化剂 就有这样的一个 一点点保护 或者说避免的一个作用 但是就是这两个 你就是好像这个在拉扯站 你如果说一天看了24个小时 里面通通不睡觉 那你都吃一点这个夜黄素 一点作用都没有 所以你必须要考虑的就是说 适当的这个3C产品 然后适当的休息 再加上夜黄素的补充 那你可能真的是有保护周 应该这样讲 不过院长 其实就算不玩3C的话 因为小朋友的视力发展 从一开始是模糊 根本看不清楚 近视几百度 然后到两岁三岁 比较聚焦看得清楚 它应该都是在 也不发展很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吧 其实包括我们大人都是 一样 所以这当中就是说 这当中的除了夜黄素以外 刚刚所讲DH 也是这样 有人也就是做过嘛 就是它如果是DH 它还有一定的比例 DH跟EPA 它的比例是多少 那结果它将来在这三四个月大的时候 五六个月大的时候 它里面眼睛所看起来的世界 似乎不太一样的 有到模拟这个东西 那么夜黄素它只要是变 针对的就是说 它不要让它受到伤害 所以夜黄素很多人在吃 很多人在用 所以我刚刚才谈到说 最好就是说 你这个三线产品 太小的时候 越小的时候不要给它太多的时间 这是很重要的 不然的话它受伤就很厉害嘛 你再吃太多的时候没有用 吃我们不反对 但是说更重要的是 你那个三线产品 那就学凯云这样子就是 做适当的一个控制 可能会好一点 所以其实这个接触的时候 怎么样可以让它 就是眼睛稍微休息一下 不要接触这么多这么久 其实那个控制也很重要 对不对 再来就是我们夜黄素的补充 这个营养素的补充 也可以降低它的负面影响 这个是医师建议我们的 所以以前没有夜黄素 在硬核标的产品里面 没有加夜黄素 所以很多人就是建议 要多喝的红萝卜 果汁红萝卜 就是这样的意思 意思是一样的 当然吃夜黄素也好 这个硬核标也好 或者吃红萝卜果汁 或红萝卜的话 要注意它脸色会比较黄 但是它跟一般的黄胆 有的人说 吃到鸡眼中症 其实不一样 那个黄只有黄在皮肤 还有手 手掌心 脚掌心 但是那个结末 那个拱末是不黄的 我们眼睛是不黄的 跟真正甘在眼前的黄胆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好 那所以我觉得 好我们的妈咪 新手妈咪们又学到了一招 就是这个对于3C产品的控制 因为现在真的太难避免了 它又是一个蛮重要的角色 对不对 在我们这个新世代的宝贝的血型中 好 那最后我想这个 开妈咪 还有没有什么要跟所有我们的这个 妈咪们一起分享的 什么都可以 或者是说 有没有最后有一些问题 刚好今天我们的院长来到现场 有没有特别想要问院长的呢 我分享一个刚提到 刚漏掉一个就是 副食品的部分 大概院长刚有提到 其实不管你是喝母奶或配方奶 大概在小婴儿4到6个月的时候 就要开始做一些副食品 然后让他可以吃 然后那个除了其他营养的补充之外 训练小朋友的咀嚼啦 各方面都很重要 所以一开始当然是那种泥状的 然后很多小朋友不是不喜欢吃胡萝卜吗 我刚刚也知道院长 完全不碰胡萝卜 哎呀 你把院长的小秘密讲出来了 是 然后 但是我不知道小朋友是不是 所以 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直接关联 我只是说 或许小朋友的很多的 这个 从小时候养成 真的是非常重要 像我那时候能够做的 因为 就是最简单用电锅来蒸嘛 所以像地瓜 胡萝卜 然后南瓜 这些是最常 最常那种 然后还有像香蕉 根本不用蒸那就很简单 是等等 那大家比较辛苦就是去熬一些粥啦 或者像 煮一些什么什么 像院长说如果要补充铁汁 可以煮牛肉汤等等的 哇 我发觉你真的是很good的妈咪耶 我就说 对 最简单就是用电锅 是 其实我那时候记得 用电锅来蒸胡萝卜的时候 在我做副食品里面 最让我惊讶就是胡萝卜 原因是 我没有吃过胡萝卜的 煮完之后的那个原味 比方南瓜我没有吃蒸过那个软软的 很多现在养生餐厅会那样 可是他不会蒸一个红萝卜给你 然后不加任何东西 但因为我那时候 尤其副食品刚开始都是单一食物 所以我很早就让他吃胡萝卜了 然后我自己去试那个味道 我真的吓一跳就是非常的甜 然后而且那个容器很红 也就是说我那时候有概念 因为像我自己主持健康节目 对于那些色素什么 我也非常排挤 但我那时候的吓一跳的原因是 第一我这一辈子 我不知道胡萝卜原来蒸起来这么甜 自然的甜味这么甜 第二原来我不知道那个容器变量 也就是说假设我这个真的是去跟别人买的 我会以为他家色素 对对对 那其实后来我不知道小朋友喜欢吃胡萝卜 跟这有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很多专家会建议说 从他小的时候多让他试各种口味 或许可以减少他挑食偏食的毛病 那当然我小朋友又不喜欢吃的 他不喜欢吃蔬菜 那或许是因为咀嚼方面 那我就会想办法怎么样 蔬菜想办法啦 尽量把它隐藏起来 比方说我之前煎那个玉米饼 就是面粉调一调啊 放玉米下去啊 因为他喜欢玉米 然后就切很细的 很细的那个高丽菜 然后 其实完全吃不出来啦 就是煎完之后又酥酥脆脆的 然后对啊就类似这样 就是如果行有余力的话 想办法把它藏起来 然后不让它吃下去 这个也跟就是均衡很有关系 这个妈妈是很用心的啦 所以刚刚说我 因为不喜欢胡萝卜的那个味道 我当时开玩笑说 才要问你说你真的 对对 就是刚刚在 透胡萝卜的 刚刚在塔的时候也有开玩笑说 常常我在看门诊事有的人 他会加水的时候说 医生你好辛苦 我送饼红萝卜汁 炸的这个红萝卜果汁 红萝卜汁给我喝 可是我从来没有喝 我都送给我其他医生的喝 从来都没有喝过 可是用电锅蒸的跟红萝卜汁也不一样 好奇怪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但是我虽然不吃红萝卜 可是红萝卜炒蛋我吃啊 因为红萝卜炒蛋的时候 那个味道的把它盖过去我就吃 所以这个就是延伸成说 小孩子如果不喜欢吃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要想办 像刚刚你所讲的 把那个青菜做得很细 加在里面 有的人喜欢吃肉 你就把青菜跟肉 交在一起去 肉丸子 这样子就可以 他就会吃 类似这样的状况 那当然要添加 副食品的时候 特别要 主要刚刚讲过 就是不要一味的 一直要添加很多很多的蛋白质 因为蛋白质不是最重要的 它没有不行 但是不是要最高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 现在大家都很怕三高 胆固醇不应该过高 但是你知道 母奶的胆固醇 母奶里面的胆固醇 跟婴儿胖胺的胆固醇 跟鲜奶的胆固醇 哪一个最高 母奶 这我有经验 如果有喂过母奶 妈妈你洗那个奶瓶很油 如果有喂过 你就知道非常油 就是好困扰 你不用洗结晶很难洗 所以母奶里面的胆固醇特别高 但是这些 母奶胆固醇特别高的 这个小朋友 长大以后 检查他的胆固醇 都比一般的 和婴儿变化反而低一点 所以大家都想到说 两岁以前 这样子的胆固醇的高 反而是对他是有利的 他产生一个回馈的一个 一个机转 那么这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 是我们两岁以内 我们脑部正要发育 脑部发育 脑细胞非常需要胆固醇 所以两岁以内千万不要 限制胆固醇的摄取量 也不可以限制脂肪的摄取量 我们都了解 有一些比较资深的 大家会知道 早期在美国 如果到一岁以上 报去给医生看的时候 医生会说 你的小孩子叫体重 可以开始吃2% 2%就是2%的肥 叫第一支的鲜奶 我们一般的鲜奶是4% 2%也叫第一支鲜奶 要吃2%不要太胖 那是错误的 现在都知道 完全都是错误的 所以两岁以内不需要做限制 但是以前在英国的 在欧洲的这个心脏科学会 一直建议说 5岁以上就要开始要 就是5岁以上就要注意这个 不要吃太多的高脂肪的东西 现在我们是2岁 2岁以上就不要吃 那不要吃太多的 但2岁以内没有这个限制 所以就是一个就是脂肪 不用特别限制 或者不用特别限制 2岁以内 那如果要开始添加的时候 譬如蛋白跟蛋黄 哪个鲜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 要吃鲜蛋黄 不要吃蛋白 因为现在过敏越来越多 蛋白比较容易过敏 蛋黄比较不容易过敏 比较不会过敏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存在 所以选择护食品 大家做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衣龟 可以慢慢来做处理 所以均衡的营养 均衡的给它摄取 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在这边我们也就是推荐所有的妈咪 如果你有时间 如果你像我们的凯云的妈咪一样 这么样有这个专业的一些知识 或者是爱动手的话 都可以帮宝宝自己亲手做这个副食品 可是如果你可能会怕自己会有时候会忽略掉 或者是你是职业妇女 你没有时间像我们凯云妈咪这样子来帮宝宝的话 其实均衡的提供给他营养素也可以 对不对 那万一这些方法你都试过了 可是你发现宝宝还是不够 那怎么办呢 打电话给我们的院长 好不好 就亲自去问院长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开心 邀请到我们两位贵宾 真的给我们很多这个宝贵的经验 包括这个非常专业 36年的这个经验的权威医师 还有我们的三年的这个妈咪 我们的知名主播 这个非常宝贵的育儿经验 真的是让大家学习不少 也获得了很多 我们平常不知道 或者是忽略的一些问题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非常谢谢两位 是不是也给我们两位一个热情的掌声 感谢我们的两位 好 好 好